回到故乡新竹 合体妹妹柯美兰 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脸心事重重 因为不止自己竞选金流被指控 家人也卷入违法争议当中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奇要成立小草咖啡厅 因此用儿子的名字来当人头 成立智姚传媒公司 地址就设在民众党党户这里 陈佩奇被告发后脸书常文连发 坦承想开咖啡站当小草聚散地 但自己9月才退休 公务员不能当公司负责人 才用儿子名字成立公司 该关多久该赔多少通通认了 等走完法律程序后再叫儿子去销户 不过外界质疑既然要开店 为何要大费周章成立公司 这逻辑连柯妈妈都看不懂 柯文哲怎么过柯文哲这苦笑 给出答案 陈佩奇脸书自嘲 课问者大概被气到晚上不想回家 不过也强调虽然自己有犯意 但未犯刑请法院从轻两行 虽然没实质营业 但陈佩奇身为公务人员 除了可能触犯行政法 禁止违法兼职条款被寄过之外 刑法的部分假如申请过不开业 或兼职奖金 恐涉嫌贪污治罪条例 可处七年以上徒刑 另外若伪造文书违反公元 但载不实罪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假如陈佩奇确定有刑事责任 儿子是否会成为共犯 陈佩奇为退休生活预做准备 只是期不太早 恐将一家人都脱下水